圣母无殿圣心有地德传第十三章第十七到二十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六到五十五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6月17日 耶稣基督在耶稣圣心节后 我们庆祝圣母无殿圣心 意义是很明显的 母子连心是我们一般人都会说的 而耶稣和他的母亲正是母子连心 心心相应 命运与共 在圣经里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圣母相似耶稣 或者更好说耶稣相似圣母的地方 当圣母知道自己要做天主的儿子的母亲的尊荣后 却谦卑称自己为上主的婢女 他教育下的耶稣也会说 人子来不是被侍奉 而是侍奉人 并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大众的赎家 母子同心做仆人 在白冷 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 使人想到若望福音的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 遇事传教时 耶稣将受到的拒绝 为他们三字显示圣母甚至圣若瑟已参与了儿子的悲剧和痛苦 老人西莫昂预言救主及救主之母的痛苦 使我们想起伊撒伊亚先知书里耶稣作为受苦仆人的预言 而圣母也是受苦仆人 历任穿心的她紧密伴随泪旁被长毛刺穿的儿子的痛苦 直到十字架下 在加纳婚宴里见 你仍着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句话 耶稣有意将圣母与自己的合作放在救恩层面 在十字架下几个小时 圣母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去 但她不是被动地将亲生的儿子奉献 她没有大嚎大哭 她是站在十字架旁 若望圣使用站字 表示圣母的尊严和勇气 看到妈妈的勇气 耶稣也一定加增了她自己的勇气 去接受十字架的痛苦 在加纳婚宴和十字架上 耶稣都称她的妈妈为女人 故圣母是作为女人与基督合作 显示了新厄娃和新亚当一起参与救赎工程 抵消原祖父母的一起犯罪 所以 耶稣圣心与圣母圣心连在一起 圣母是最接近她的圣子耶稣的 我们几时走近圣母 就一定走近耶稣 没有人因为爱圣母而会不爱耶稣的 天主教不是拜玛利亚教 却懂得应该十分尊敬 热爱主耶稣的妈妈 也是我们的妈妈 你该孝敬你的父母 十届的第四届 耶稣一定是孝爱圣母的 我们如果孝法耶稣的话 也一定孝爱圣母 但是我们还要学习圣母 为了天主的救赎工程 圣母的心与耶稣的心一起跳动 但愿我们的心也跟耶稣的心一起跳动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福传